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咔嚓 哼 哈喽,你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是高点姐姐 从昨天的节目里头 我们一起来玩了平衡 跟重新的小游戏 今天你还记得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吗 我们要一起来发现 悄悄版的小秘密 这两天你有没有时间 找爸爸妈妈 一起去公园玩悄悄版呢 哎呀,这两天不需要啦 以前我就常常玩悄悄版咯 我很熟很熟悉的 那小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悄悄版 他之所以可以两边平衡的秘密 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里 高点姐姐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 比方说 在公园里 有一个悄悄版 然后呢 有一个三十公斤的小朋友 他坐在悄悄版 左边悄悄版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呢 突然间再来了一个 也是三十公斤的小朋友 他就选择坐在右边 悄悄版的第一个位置 当两个小朋友都坐好之后 这个悄悄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像是遇到了大风浪一样的 左右摇啊摇啊摇摆不定吗 不会哦 这两个三十公斤重的小朋友 一起坐下去之后 咦 这个悄悄版 就会达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平衡 小朋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 哦 这就跟悄悄版的原理 跟他的构造有关系哦 因为悄悄版 他的底座 就是他下面的那个支点 刚好就在悄悄版的正中间 所以悄悄版的重心 自然而然的就在那里咯 小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很熟悉呢 他就跟我们用一只食指 然后把一只笔顶起来 让一只笔在手指上保持平衡 这个画面有一点点像呢 没错 这个就是平衡跟重心 这两个名词之间 它们很重要 也很巧妙的关系 像是今天悄悄版的例子里头 因为有支点从中间把它顶起来 然后可以形成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是因为左边的小朋友 跟右边的小朋友 他们是一样的体重 而且他们也选择了一样的位置 小朋友 那我想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哦 如果说 左边的小朋友 他退后了两格 他选择了后面两格的位置 那今天的结果会一样吗 哦 当然悄悄版就会开始不平衡了 对不对 而且悄悄版会往哪一个小朋友那边倾斜呢 哦 好厉害啊 他会向左倾斜 左边比较重 对不对 所以左边会下沉 而右边呢 会往上升 那高丁姐姐再接着问你 这时候如果要让悄悄版 再一次的回到平衡 可是两个小朋友他们不换位子哦 那这个支点就是他的重心 应该要往左边移 还是要往右边移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就留给你在节目过后 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研究 讨论一下了 不过这个星期 我们来了解了重心跟平衡的问题 在很多很多的物体物品里头呢 他们都有重心的 所以只要你找到了它的重心 你用你的手撑着它的重心 就可以让物体保持平衡 那小朋友 你的身体里头有没有重心呢 有的哦 你一定有重心的 要不然呢 你走一步就会跌倒一次 走一步路就会跌倒一次 听起来好痛哦 对不对呢 所以天赋是有把重心跟平衡感 放在你的身上的 但小朋友 什么时候我们会重心不稳呢 当我们比方说站的时候 没有站好 站得歪歪扭扭的 或者坐着的时候 坐得歪歪斜斜的 这样子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重心呢 哦 这个就跟我们自己很相关的问题 也是让你来想一想 明天节目里头 高顶姐姐继续跟你研究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别忘了我们明天见 哦对了 你也可以点选 我们的收听节目 点选欢乐卡卡捧 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完整节目 别忘了我们的完整节目里头 高顶姐姐跟你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